1日卢广仲的寻魂演唱会 今日落幕香港 红看体育馆一片荒腾 这位来自台湾的怪小子 此次全新亮相 不论服装造型还是歌曲编排都十分用心 台下歌迷阵阵欢呼声与尖叫声 都是对卢广仲精彩表演的最好回报 香港的红馆 台北的小巨蛋 以及北京的宫体 这些都是标志一个歌手是否购红的硬质标 如果购红 他们就可以在这些场馆里开唱 即日卢广仲就首次站上了红馆的舞台 一向风格迥异的小卢 在接受访问时也是语出惊人 称自己很困 心情非常兴奋 然后也非常想睡觉 为什么会想睡觉 因为我平常十点就睡觉了 所以在加上今天有运动到 所以现在非常想睡觉 所以刚才A课的时候 我听最后的时候会受不了 也不会就是演唱会就会 就会撑着 但是演唱会结束就会整个人 像卸了去的皮球 卢广仲透露自己结束红馆的演唱会之后 就开始为自己不久之后的非洲之行做准备了 据悉此次应世界展望会之邀 下礼拜小鹿要跟陈启臣一起飞去 位于非洲的史瓦吉兰 他也是那些可能被幸运之神忽略的孩子们 带演一个公益活动就是要去非洲关怀那些饥饿的儿童啊或者是家庭 对 那你之前有去过非洲吗 有去过南非一次 然后这次是第二次去 但是是去比较稍微比较落后一点 没有开发的国家 那你这次会带什么东西去的汤汤吗 我自己有在台湾买一些饼干啊 还有文具蜡笔啊 要去送给那些小朋友